会让我们长进 甚至我们到学校 或是将来我们进入到社会里面 有时候我们还会用到 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学习的 包含我们在学习时候的胆识的训练 等等 因为一般的外邦人学生 他很少过群体的生活 可能一直要到他大学之后 或是高中之后 才会有机会 跟这个比较多的人来学习 你看我们从小在教会里面 学习宗教教育的课程 我们就常常跟我们的同学在一起 怎么样来学习互动 那这样的一个经验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但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就可以 却可以这样 因为我们从小群变大群 到最后 我们都有机会 能够担任教会更重要的职份 然后来照顾神的家 来带领照顾教会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的身心灵 能够不断地健壮 就像摩西 来带领以色列人 那借着他选任的 这些有智慧 有见识 而且是被众人所认识的这些人 来一起带领以色列人 这个都是神的拣选 非常的不容易 那再就是 我们每一个同学 也要知道 在我们的学习里面 有很多就是 神特别安排的 那 我们要相信 神的话 就是真理 因为我们带领神的教会 不能独用自己的智慧 来带领 因为 这是神的家 不是用人为的智慧 或是我们认为 所有的才能 就可以在神的教会 因为 这位神是奇妙的神 只要我们愿意 能够依靠祂 祂就会帮助我们 那 主耶稣 是我们的救主 那祂会用 爱来爱我们 当然我们要 对主的爱来依靠祂 然后祂所说的话 就是生命的粮食 才是真理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 就当时 以色列人 被 这个摩西 借着很多的 这个宽以地的经验 然后呢 让他们能够 更 学习这个圣洁的生活 怎么样来拜这个神 这些过程啊 都是 都不是 简单的 但是呢 只要存心谦卑 神就会带领 那 以色列的百姓 在宽野地 经过四十年的时间 师父 浪费了很多的 光阴 但是呢 这个不是 没有意 和造就的 那以色列人的 宽野的生活 真的就像我们现在 在世的日子一样 那 我们的内在的灵性 有没有被操练 像以色列人 在这个 宽野地四十年 原本 只要几个月 就可以从爱及地 到达加人地 只因为他们 不听从摩西的代理 没有信心 来归向神 然后呢 神就让他们 在宽野地 一天 第一年 将近快 四十年的时间 在宽野地里面 神 没有去 放弃他们 那不断地 让他们在 过程里面来学习 真的 到最后 他们就进入到 这个加人地里面 这是非常 长远的过程 那我们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 借着生命记里面 所告诉我们的 这些 方向 让我们学习 原来 生命记里面 所学习的 其实是 印证了 我们现在 在新耶稣的过程里面 是一样的遭遇 那 借着他们的经验 我们 引为借鉴 那感谢主 今天的 这个生命记的课程 就上到这里 让我们 能够在 借着 原读生命记 这个篇章 这几个 大纲的分享 让我们 能够更认识 圣经里面的 内容 那后面还有 更多的 圣经的 篇章 希望大家 能够好好学习 尤其是在 这段时间 我们也可以 看看教会的 书刊 来学习 不但是 只在我们的 教会教育的课本 相信我们 一定会收获不少 那今天的课 就到这里 那最后呢 我们一样用 祷告 来结束 那现在我们 一样 闭目默倒 奉主耶稣 圣明祷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是慈爱的真神 让我们 能够 度过 每一天 虽然现在这个环境 人心非常险恶 甚至 还有这么多的疾病 会影响 我们的日常生活 但是 主耶稣 你始终 带领我们 只要我们 真心依靠你 你就会 来造育我们 求主耶稣 能够兼顾 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在 每时每刻 都知道 怎么样来依靠你 就像摩西 要求 以色列人一样 让他们觉得 自己能够 被神拣选 是一个荣耀 那要让他们 知道在 被神拣选 来为神服事的时候 是一个 蒙恩典的 机会的 这个过程 绝对不会 白白的 就是浪费 我们的时间 神里会赏赐 给我们 福分的 那将来还会得 全国的应许 求主耶稣 让我们 常有这样的信心 来为主耶稣 做工 愿主耶稣 能够 带领我们 往后的 课程 能够顺利 也让我们能够有 安心的心 来学习 愿主耶稣 随听 约纳我们的祷告 我们愿将 荣耀尊贵 都为耶稣基督 你的圣民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听见